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蛋磷复合肥为主 而鸡蛋虽然是极佳的原料 其蛋白液富含蛋白质 蛋黄的卵磷质含量高 经过发酵降解后 可相应得到大量的蛋磷元素 欧制方法也特别简单 将鸡蛋液装入透明容器中 加入清水后稍作搅拌 让它更容易发酵 接下来密封欧制三到四周 就能彻底腐熟了 用的时候取肥液稀释 装在细嘴喷壶里 沿着虎皮栏的盆口慢慢浇灌 这样可以避免肥液沾到叶醋内 而伤害根基 夏季除了追肥外 其他管理也很重要 尤其是光照 虎皮栏洗高温耐强光 但光照太强烈 叶色就容易老化 长期在光线太暗的地方 叶色又会发暗缺乏生气 所以夏季最好放在光线明亮的半阴处 这样才能养出极品虎皮栏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订阅关注哦 下期再见